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汉卓尔在上赛季末就将前国脚李铁招致回响 前建立薄青年队队长曾在英超老牌球队埃福多打上主力的李铁在退役后发展顺利 先后在广州恒大和中国南族国家对付左米皮 积累了宝贵的人脉关系 尽管支架能力上市提高 但武汉卓尔强大的实力在中甲赛场显得无疑 在进入后半城后开始发力 不断巩固放手位置 如果武汉卓尔能在下一轮第25轮客场战胜上赛季从柔超将一队也别复得 而浙江绿城和深圳家赵燕中的一支九队下轮不剩 浙江绿城客场对阵新疆 深圳家赵燕客场挑战每周各家 李铁将提前四轮完成的俱乐部给输的冲超目标 武汉卓尔的冲超能如此顺利 出了自身实力强大半 几个主要竞争对手相继败烂也是主要原因 尤其是离奇最近的浙江绿城和深圳家赵燕 与武汉卓尔取得四连是形成鲜明反差的事 两队最近四轮均为一胜一平二负 也就是说 这四轮比赛中 武汉卓尔比深圳家赵燕 和浙江绿城多得了八分 领先优势从三分拉大到十一分 武汉卓尔最近四轮战尽如下 有着九头鸟之称的湖北族球员才辈出 之前曾有林乔 蔡胜 冯之刚登落国角 现在也有郝俊敏 曾成 张细哲和美邦等国族建议球员 此次回归顶级联赛 金属大帝将再次出现中超球队 对于湖北足球和中国足球 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武汉卓尔好运 湖北足球加油 好事 好事 感谢观看